首先要来看到的是呢 备战年底的这个公投 我们的蔡政府是不是真的开始紧张了呢 因为国民党智库昨天上午呢 是举办了一场跟气候变迁有关的座谈会 但没有想到呢碰上了警方关切 结果被这个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涛质疑说 难道是在查水表吗 这个关键的画面 监视器画面也曝光了 那画面可以看到呢 警方当时呢是走进了国民党智库里头 结束之后呢还在门外疑似呢 以这个讯息来回报 不过国民党强调说 其实这场座谈会呢 只是针对国家困境提出务实的解方 而且是针对气候变迁 只有通知媒体也并未对外公开 竟然被认为是与公投有关 还因此被警方关切 质疑背后是有下指令 这个高层到底是谁呢 那么针对这一起疑似查水表的怡云 内政部长徐国勇呢 他又被点名了 他说下什么指令 我根本不知道 不过今天上午呢 他也出面了 他受访表示 昨天呢 其实这个警察 昨天下午就已经立刻前往这个国民党智库来澄清说 只是因为呢 在凯道有办一些跟这个公投有关的活动 因为呢 说这怕担心呢 有民众骚扰 所以呢 这个来关切一下 那么这个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呢 就点名 就表示说 民进党政府呢 是已经不顾表面形象了 要滥用公权力 政治真防 再也挡到这一种地步吗 然后呢 他也说 隐身背后下指令的高层 到底是谁呢 好 是谁呢 不知道 他没有说明清楚 不过呢 今天 内政部长徐国勇也出面回应了 他说呢 昨天这个台北市警局是已经澄清了 这只是误会 而且呢 没有人会去做这样子的政治真防 好 一起来听听这个徐国勇最新的回应 这件事情一直到昨天晚上 我跟媒体朋友 刚好有在聊天的时候 刚好这个新闻出来 我才知道 那我也问了一下 警察局这怎么一回事 那他们跟我讲 这是一个误会 所以昨天 台北市警察局 包括重政一分局也 新闻稿来澄清了 那我想 警察执行 他们有很多的 辛苦的地方 那 这个 台北市警察局也跟我提到说 他们是早上 发生这件事 然后 也有去跟国民党智库 做说明 这件事情 我是一直到昨天晚上 刚好跟媒体朋友在聊天 我才知道 所以 我问了以后 他们的给我的回答 就跟他们的新闻稿是一样 他们说是什么 曾经说是 有关系 他们说因为 那里有 因为现在也有一些 包括在那边 夜宿等等 这些他怕有一些 干扰等等 所以他们是好意过去 那警察局在昨天晚上 是有这样回答我 我想没有人会去做 这种政治真防 我相信我们的警察 更不会去这么做 所以 昨天早上发生这个事 也没有直接跟我报告 他们直接去处理 一直到晚上来告诉我 那我也相信警察局告诉我的 他们是一番好意 去处理这个事情 好 1218就要公投了 对不对 关于这四项公投案 现在最新民调 民众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一一来看到 知不支持反莱猪呢 在这里可以看到 非常支持的人 目前是占了 29.8% 另外呢 知不支持重启核四呢 在这个部分 非常支持的人 是13.3% 另外呢 还算支持的比较高 是19.4% 非常不支持的是 14.9% 另外针对这个 藻礁的事情呢 是不是不 知不支持守护藻礁 不在这个藻礁上头 新建这个天然气的接收站呢 好 可以看到很明显 大部分的民众 也是非常支持的 占了25.3% 最后一个这个公投案呢 提到的是 知不支持这个公民投票 跟全国性的选举 同时举办呢 来看到这边 非常支持的是 23.3% 不过最多的这个民众呢 还是认为说 只是还算支持 29.6% 怎么来看这个数据呢 其实根据这样子的一个 民调结果 根据四大公投的议题呢 有54.9%的人 支持反莱猪 好 52.7%的呢 支持公投榜大选 还有45.9%的人 支持这个珍爱藻礁 另外32.7% 是支持重启核四 那么综合了这些观察之后 发现说除了 重启核四的这个比例 不支持是高于支持之外呢 另外三项议题 其实都是支持高于不支持的 那么今天对此呢 在这场民调记者会上 罗正强呢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一起来听 对于这个公投 最后要不要要过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应该才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是 各个公投提案 他的一个支持跟反对的比例 这是在很多民调都会做这一块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不管你支持或反对 因为我们一个公投的一个 必须要同意票要超过25% 所以支持公投的人 有没有25%的 在总选民 25%的站出来投票 也是公投能够过的第二个关键 那第三个关键就是 事实上就算你想要知道 你下来投票 那你到底知不知道 12月18号这一天是投票 这个投票的窒息度 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内心的感触非常多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公投法当初是民进党主张 而且是民进党催生的 更重要的当初他们担心投票率太低 所以公投榜大选 也是民进党当初在公投法中间 极力促成的 可是2018在公投榜大选 7个主要议题民进党都挫败以后 甚至他们觉得公投榜大选 是类似民进党地方选举大败的主因以后 他们就罔顾公投是主要是人民直接民权的展示方式 他们透过国会的暴力 把公投法修成两层公投 所以这一次我们世界上主要公投中间 为什么要公投榜大选 其实公投榜大选不仅是能够让投票率提高 而且可以节省经费 这才是真正让民意充分表现很重要的方式 而且今天我们这四个公投的议题 都是民生议题环境议题 而且是直接民主的议题 这绝对跟政党对决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四个议题只有两个是国民党提的 另外两个是社会团体提的 另外更重要的 因为当初核灾市领的公投的时候 是我自己在促成的 公投的联署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人民一张一张的联署书 达成一接二接 然后完成公投的手续 所以这绝对是人民意志的展现 另外一个议题来关注到的是 我们的年底四大公投的案子 关于这个反萊猪议题呢 被民进党现在操作成 明明是反萊猪 但民进党说反美猪 要民众一起来反对这项提议 而且行政院长苏贞昌甚至表示 没有萊猪就不能加入CPTPP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炮轰说 在2009年的时候 其实蔡英文跟苏贞昌都表示 只要含有萊剂的肉就是毒肉 不能进口 结果现在执政党呢就要开放 根本没有在守护台湾人民的食品安全 今天蔡总统 他自己要引进他所谓的毒猪 因为当时蔡总统担任党主席的时候 就已经大声地宣称 只要含有莱克多巴胺的 就是毒的肉 毒牛 毒猪 绝对不可以进口 朱立伦强调 我们可以吃美猪 但是我们不吃萊猪 不管他是来自台湾 来自进口 我们通通反对 请蔡总统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以前说他是毒牛 今天不可以让我们来反对 不能够坚持民众食安的健康 这些都是民进党应该要跟民众说明的 民进党一直吸脑 说没有莱猪 就没有CVPTPP 不要用任何的把政治跟贸易完全化等号 再讲清楚一点 全欧盟160个国家都禁止使用莱季 都禁止使用莱猪 请问这些国家跟政治 或所谓民进党口中的反美 有关系吗 那这些国家都也是自由贸易的国家